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传奇 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 让人如痴如醉 百读不厌的经典故事 令人回味一生 一生必读的中国十大名著 《水虎传》 作者施奈安 演播 多妈 第七集 汴京城 杨智卖宝刀 林冲在山神庙杀了陆迁等三人后 又辗转来到柴景庄上 住了几日后 因官府出榜文机拿他 他不能在此逗留 柴景写了一封书信 推荐他到山东凉山坡上落草 林冲无路可走 只好趁着雪夜上了凉山 这时 凉山坡上当家的头领是王伦 杜谦和宋万 三人都曾受过柴景的恩惠 林冲持了柴景的书信 到山上入伙 杜谦和宋万都十分乐意 但大头领王伦为人心胸狭窄 他怕林冲本是高强 将来不服管制 便不愿让林冲入伙 只想打发他下山 无奈林冲一再请求 杜宋二人也帮着说话 王伦便让林冲三日内杀一个人来 以表落草的真心 林冲在山下等了两天 也不见一个孤单行人经过 到第三天时 林冲在山下只等到下午 忽见一个汉子挑了行李 远远地向这边走来 林冲等到汉子走近了 提着刀猛地跳出去 那汉子见了林冲 扔下担子就跑 林冲追赶不上 叹气道 我的命真是苦 等了三天 好不容易等来一个人 又让他跑了 林冲正自叹气 山坡下又走出一条大汉来 那大汉提着大刀 见了林冲 大声喝道 破贼 把案行人拿到哪里去 撒家镇要捉你这四门 你倒来吕胡须 说着飞也似的冲过来 林冲打眼一看 见那大汉 有七尺五六的身材 脸上有一大块清剂 林冲见他来得试门 自己正没好气 提刀迎上去 也不搭话便与他打了起来 两人站在一起 山脚下好似涌起两股杀技 一来一往 直斗了三十来回合 不分胜负 两人正斗得难分难解之际 山高处有人喊道 两位好汉不要斗了 两人听见都收主刀 跳出圈外 向上看时 原来是王伦等人 带着小喽啰们下来了 王伦对那大汉说道 两位的刀法都是神出鬼没 真是豪身手 这位是我的兄弟 豹子头林冲 不知好汉尊姓大名 那大汉道 撒家乃将门之后 武侯杨岭公之孙 姓杨明志 仁颂戳号 勤面兽 当年曾做过殿司制使 应奉当今皇帝之命 到太湖边搬运花石缸到京 不料 途经黄河时 玉芬打翻了船 拾了花石缸 丢了官职 如今 听说皇上赦免了我等之罪 撒家遇到东京 再谋个差事 众人一听 是轻面兽杨志 都知道他的大名 便邀请杨志 一起到山上去喝杯酒 杨志也只好跟着众人 来到梁山坡上 王伦心想 不留凌冲 实难搏财敬等人的面子 留下凌冲 又难管制 不如一起留下杨志 好让他与凌冲为敌 于是王伦道 我这个兄弟凌冲 本是东京八十万进军教头 只因高太尉内斯 容不得好人 献他吃了官司 发配到苍州 如今也是心到这里 至时要上东京谋差事 现在真是高求当权 恐怕他容不下你 不如就在小寨安生 做个头领 咱们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同做好汉 但杨志一心想回东京 再博取个功名 执意不肯留在梁山 他道 多谢头领提携 当我东京有个清卷 我必须要到那里走一遭 只请还我行李 我好下山 若不还我 我空手也要走了 王伦听了无奈 只好于第二天 送杨志下山 至此 王伦别无他计 只得让林英冲 做了梁山坡 第四把交椅 且说杨志来到东京后 便上下打点 想要再重新补 电司制使的职位 他花尽了钱财 才得了申报文书 被引荐到殿帅府 拜见高求 那高求把杨志从前的历史文书看了后 打怒道 别的智识运花石缸 都回京师交纳了 偏是你失陷了 你既然施了花石缸 不来回报 却是逃跑 那许多时候都拿你不着 今日见设了罪名 你倒又来谋差时 像你这等恶徒泼贼 怎能伪用 说完 一笔将文书都批倒了 人在地上 将杨志赶出了殿帅府 杨志气闷地回到客店 心想 当初王伦劝撒家 撒家没有听从 现在向来 他说得不无道理 本指望用这一身本事 在鞭亭上立功 搏个分期英子 不想那高求 如此刻薄狠毒 他闷闷不乐地 在客店住了几日 眼见盘缠都用光了 没有办法 只好打算 将祖传宝刀卖了 换点钱用 杨志来到街上 插个草标 要卖宝刀 他一脸地落寞和惆怅 在街上立了两个时辰 却没有一个人来问 杨志心里又骄又躁 眼看到了晌午 只好再转到天汉周桥下的热闹处去卖 刚立定不久 杨志看到两边的人都往河下的巷子里躲去 有人口里还喊着 快躲了 大虫来了 杨志心中奇怪 这样一片繁华街市 怎么会有大虫来 他站住脚 向前看时 只见远处一个黑灵灵的大汉 喝得半醉 跌跌撞撞地走过来 原来此人是京城有名的泼皮无赖 仗着有一把子力气 专在街上洒泼行凶 连闹了几场官司 开吩咐也治不了他 满城人都恨他 见了他都吓得躲开 叫他眉毛大虫牛二 且说 牛二来到杨志面前 一把将那口宝刀 从杨志手里扯过来问道 汉子 你这刀卖多少钱 杨志道 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宝刀 要卖三千万钱 牛二不屑地道 什么鸟刀 要卖这么多钱 我三十文买一把 既能切肉 也能切豆腐 你这鸟刀 有什么好处也叫宝刀 杨志道 我这不是平常的白铁刀 却是一把宝刀 第一 它削铁如泥 第二 可吹毛得过 第三 杀人刀不流血 牛二听了 吆喝道 你敢剁铜钱吗 杨志道 有何不敢 牛二到旁边一家铺子里 取了二十文钱 一落都放在了桥栏杆上 叫道 汉子 你若剁得开 我给你三千块 这时 看的人 虽不敢进钱 也都在远处围住 杨志卷起衣袖 拿刀在手 执一刀 就将那一落铜钱 都剁成两半 众人都高声喝彩 牛二也有些木登口呆 但还是喝道 喝什么彩 你姐说 第二节好处是什么 杨志道 这吹毛得过 就是把几根头发 往刀口上一吹 齐齐都断落 牛二不信 就在自己头上 拔了一把头发 递给杨志 让杨志掩饰 杨志接过头发 尽力 朝刀口上一吹 那头发果然 都断为两断 纷纷飘下来 众人又齐声喝彩 看的人越来越多了 牛二人是不服 又问 那第三件好处 又是怎么回事 杨志道 杀人刀上不留血痕 是叫一个快 牛二这一回更来劲了 说道 你多一个人给我看看 杨志道 你不买就算了 胡来缠人做什么 牛二还是揪住 杨志不放道 你敢杀我吗 杨志有些恼了道 我跟你无怨无仇 杀你干什么 撒家不是你随意撩拨的 牛二在街上撒破惯了 不识得杨志的厉害 人揪住杨志道 我偏要买你这口刀 杨志道 你要买刀 拿钱来 牛二道 我没钱 只要这刀 你有种就来剁我 说着就要来抢 杨志大怒 把牛二推了一跤 牛二爬起来 就往杨志怀里钻 杨志叫道 众位街坊邻居都在此做个见证 这个泼皮只来胡讲蛮缠 要强撒家的刀还要打人 众人都怕牛二 无人敢上来劝解 牛二挺起脖子的 你说我打你 就是打死你 又能怎么样 说着便挥起右手一拳打过来 杨志闪身躲过 一时活往上撞 拿起刀朝牛二脖子上说过去 牛二扑倒在地 死在街上 杨志杀了牛二 便请街上众人 跟他一起到开分府自首 开分府府一得知情况 联系杨志是条汉子 又念他为东京街头除了遗害 便有意开脱杨志 加上众人皆为杨志求情 牛二家又没人来告 服役最终 短杨志二十级账 赐配到北京大明府 刘首斯 冲军 阅读知识 多妈陪你学知识 小朋友们又到了学习知识的时间 今天有哪些有趣的知识呢 黄河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 是中国的母亲河 它流经青海 四川 甘肃 宁夏 内蒙古 陕西 山西等地 到华北平原的河南 山东 然后 注入温海 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千米 流域面积七十五点二十四万平方千米 黄河因其流经黄土高原 携带大量泥沙 水为黄色 古称黄河 大虫 大虫是一种方言 意思就是老虎 这里以大虫比喻牛二 意在说 牛二像老虎一样随意害人 无人敢接近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 喜欢听多妈讲故事吗 你可以关注公众号 多妈开讲 也可以添加多妈的微信 5642458 精彩的内容 等着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